哈囉,我是溜溜 溜溜到你家 将带你到溜溜的100位粉丝家 拜访66岁以上的长辈 和长辈一同欢笑 并且让他们身上的宝藏被看见 今天我们要到彰化室 跟着74岁的寇文汉阿公 学习生活智慧 有没有很爱馈 嗨,阿公 先进来 现在句话很贴切 饭桌上皮皮筷子 大人的伤身 还是伤身 全家 伤心 都能 气候你改变得很差 你要求人家陪伴你 人家都不陪伴你 你不是这样的人 自己要拍戏 把那个压力释放出去 出去走一走 餐饭我吃了 你看 这个是土生的 怎么看土生的 这个很小 感染的很大 很粗的 这个 吃吃看 甜酸 这次是会有长宝宝的 长宝宝还没有生出来 哈哈哈哈 长宝宝从哪来的 不是从树上看 桑叶啦 桑叶出来吗 哦,桑叶不会生长宝宝 还不会嘞 你从哪里来 美国来的 他从石头蹦出来了啦 看看好多很红的 都很红的 会不会像刚才那么酸 不会 野生的就这样 嗯 熟透了 紫色了 就很好吃 一路上走过来 虽然人不多 但是看来都是阿嬷 都是阿嬷 阿公很少 嗯 那我们怎么样鼓励 阿公都能够也出来活动 退休之后 有没有觉得生活比较无聊 会被人家冷落啦 有一段时间一直在睡觉 会觉得 为什么他们都不陪我 也不听我讲话 也不爱跟我聊天 后来我们就想 他们都很忙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思想 在家里 大眼带小眼不行 多走 比待在家里生命气好多了 所有的欢乐是自己去找的 太阳很温暖 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温暖 很温暖 太阳台墙的时候 阿嬷 比较动啊 哈哈哈 希望温点太平 好 这帅呀 这不是芒果 这不是芒果 我等一下再看芒果 这一棵的橄榄树 哎呦 哎呦 结了结了 那个小橄榄 那个尖尖的 把这橄榄树来丢了当玩具的 这就是家庭座 看到没有 这个啊 自得其乐 哈哈哈 亲身体座 快乐是自己找来的 我们自己活的快乐 孩子呀 看他父母亲也很健康 他也没有烦恼 很固执 哎 你要听我的 我比你年纪大 创途一多就没有 我还不跟你来吧 所以等下前面会有养蜜蜂 被蜜蜂打败了 好好笑啊 给你有一只一看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他不会叮你 他只是觉得你那里像香 很可爱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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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和乐 是每户人家都期盼的事 母和阿公的退休生活 与很多长辈一样 需要在质得其乐之下 找寻更快乐的方法 即便如此 他还是愿意体谅家人 不勉强 不强迫 在任何时候 都学习如何经营一个美满的家 我想 拥有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并不只是幸运 而是 我们愿意主动创造机会 让家的温暖 能传递到每个人心中 祝福大家有欢乐的地址 嘿 感谢 吃喝喝 人家 吃吃喝喝 哈哈哈